好了,來到第21條,大家先看一看 不過題目有點修訂,這個位置由correct轉到incorrect 看完,我們解釋一段影片 首先這是一個實驗題,所以當是實驗題的時候 我們需要看實驗目的,其實我們是想看在不同頁面 上面的relative abundance,究竟是有什麼分別 這裡你看到左邊和右邊分別地放了同一類型的頁 我們假設它們完全一樣,不過在對待它們 一個是upper side,一個是lower side,就塗了fast lane 所以水就不可以經過upper side流失 這裡就水不可以經過lower side流失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左邊的葉就向下跌 右邊的就向上升,很簡單,即是說這一塊 左邊的葉是比較重,比較重的意思 即是說它有少一點water loss 現在只是說少一點water loss through the lower epidermis 所以換句說話來說,在lower epidermis 裡面的stoma 數量是比較少一些,stomata數量是比較少一些 所以答案1這一句就不正確了 然後第二句,若果是一個warmer和dryer的environment 照到你整個water loss的差異就越來越明顯 所以它會跌得更加厲害,會輕得更加厲害 所以第二句是正確的 第三句,若果我整個實驗 如果用了floating plant去做的話 重複去做,結果會不會有不同呢? 答案是不會有不同的 因為floating plant 正正是在upper epidermis 會有一個多少少的stomata 因為它是lower epidermis 在水裡面 所以它就沒有stomata 所以整個實驗情況 不會反過來 而應該是一樣差不多 所以當我們選擇incorrect的時候 incorrect的就是1和3 所以這條答案我們修斷完之後就變成boy